大家好 一個不小心 這個《叛逆追擊》已經來到第五集 經歷了十三年十四年的過程 Mac Damon個人是一個 相信是他自己的其中一個代表作 這個《叛逆追擊》五機密屠殺 香港開話都算不錯 其實到了第五集 還有什麼事情要搞呢 他已經失憶又失憶 又再失憶又再找回幾億 就是這樣了 其實是五集 麥迪文不計今集來講 拍過三集 第四集就改了 在復仇一年文的鷹眼 謝諾美維納做的 所以這次來講 麥迪文隔了一段時間 才再做 《叛逆追擊》其實故事是很簡單 集集差不多 總之就是他就是一個失憶的特工 接著就惹來美國追殺他 他又要不斷逃 然後又要對付敵人 喜歡看這個系列的人 我喜歡看打的那些 一直都很欣賞這部戲 這部戲的欣賞之處 就是他很寫實的搏擊 當中用了很多 即是菲律賓魔杖的招數 或者是印尼武術的招數 即是一些兇狠 簡短 快速 他照著命 而且很適用環境打鬥 成龍就很厲害這一招 不過成龍就雜傻式 這個叛逆追擊 總之就是拿了一些工具 原子筆 拿一些雜誌去捲 就可以當武器 這一齣都是類似的樣子 其實相對打得少了 但仍然很凌厲 因為那個導演 其實跟Math Bayman 合作了兩次 就是分別的半劫 追擊2和3的英國導演 保羅Green Glass 就是我們幾熟悉的導演 他的動作處理 其實是一些很簡約的 很乾淨利落 而且他的影像和剪接上 都相當強 這次這部電影 大家可以看到 也看到很清楚 我寫的故事性很一般 而且我自己覺得 有這麼淺就只有這麼淺 就是跟他自己的爸爸的關係 就是沒有東西再揭 寫下去就是家裡的家人 原來他的家人 都是跟這個鍾情局有關係 令到他這次所謂的 被加入去叛蝶行動的過程 添上一個懸疑的元素 究竟幕後的真實的黑手是誰 就是這麼簡單 但由頭到尾就是以快打慢 全部就是一個抽一個 就是一個源頭 再抽出另一個源頭 這樣的方法去處理 變成了 其實裡面的反駁位很少 因為沒有機會犯錯 太簡單了 另一方面就集中在動作 所以其實有時候有些東西 雖然是說政治陰謀 政治騙局 一些陰謀論的東西 其實不用開到這麼大的 就是有些東西 越橙越大 你越掩蓋 那些錯漏就越白出 那這部 這些戲 其實很多同業可以偷試的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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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